本期开始前,我们先讲一个故事,是一个凡人状告神仙的故事。 据说在南昌有一位姓球的秀才,某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恰好晚上路过一间土地庙,于是就在里面过夜。 夏天酷暑难耐,球秀才睡觉的时候,索性不着衣物,谁知道第二天回到家中时,染上了风寒。 球秀才的妻子以为她的行为得罪了土地爷,于是准备了美酒佳肴以及金银纸钱去土地庙谢罪。 你还别说,妻子刚从土地庙回到家中,球秀才就痊愈了,于是妻子就让球秀才赶紧也去土地庙谢罪。 但是球秀才心中生出一股烟火,不仅没去谢罪,反而写了一封撞书,跑去城隍庙把撞书焚烧了,说土地公仗是欺人。 结果同样的事情连续做了十天都杳无音心,气得球秀才又写了一封撞书去告城隍爷,抱怨城隍爷不为百姓着想。 这天夜里,球秀才在睡梦中被阴差带到了城隍庙,只见墙上贴了个批条,上面写着, 社工诈人九十,有电关针,这格职。 球某不敬鬼神,多事好送,发新剑献则三十版,球秀才醒来后,觉得只是一个梦而已。 谁知过了几天下起了大雨,土地庙被一道惊雷劈中,轰然倒塌。 接着,球秀才也阴差阳错地挨了三十大版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原来神仙犯了错也会受到惩罚。 此外,神仙犯的错也是五花八门,比如天鹏元帅九后调戏嫦娥仙子,结果被贬下凡间,成为了妖怪诸刚烈。 沙僧原本是玉皇大帝坐下的卷帘大将,在盘桃宴上尸首打破琉璃斩,也被玉帝贬下凡间。 其实在神话世界里,被贬下凡只是神仙触犯天条受到的惩罚之一,《女卿天律》里记载了很多种惩罚神仙的方式。 《女卿天律》全名太上混动《赤文女卿诏书天律》,是道教对神仙以及凡人的行为准则进行约束的天律之一,内容包含正神篇、仙观篇、诸神力俯使篇、生民篇、土地篇等等。 总结了一下,犯了天条的神仙受到的惩罚大概有这样几种。 1. 杖,用棍子打。 2. 图,做苦力。 3. 流,流放。 4. 真诀,是一种雷神执行的刑法。 5. 除斩,就是斩首。 6. 分形或灭形,只魂魄打至灰飞烟灭,永远丧失了重新修炼的机会。 7. 贬下凡间。 约束正神的天律,比如像这一条诸正神非天帝八节,不得受民间迹象,为者徒九年。 天帝八节为历春、春分、历夏、夏至、历秋、秋分、历冬、冬至等八个传统节日。 8. 也就是说,天界的正神除了天帝八节之外,其他时间不能享受民间的祭祀,否则会被处罚做苦力九年。 8. 再比如,诸正神旺受民间咒诅,以致病于忍者,处斩。 8. 损益忍者,灭形,这一条就比较厉害了。 9. 神仙并非拥有法力,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 9. 要是将它用在邪道上,就会受到灭形的惩罚,元神灰飞烟灭,直接失去了神仙的资格。 9. 还有约束土地公的天律,像这一条,诸一于土地主管异渝,若于内土地忘心祸福者,图三年。 9. 当时落职,与主之而不举者,同罪。 9. 在神话传说里,土地公执掌一方土地的大小事物,不但掌管着人类的生老病亡,还监管着此地的非秦走兽。 9. 土地公是众多神仙之中官职最低的一位,但是也是与百姓最亲近的一位,然而神仙也要遵循天道,凡间的祸福之势要顺应天道,不可泄露,否则会惩罚做三年苦力。 9. 并且还会丢掉神位。 9. 另外还有针对造王爷的诸造神若以声明轻恨,忘有家祸于所惧之人者,真觉,留八千里。 9. 伤人者,分行。 9. 造王爷是古代神话传说里,四指引石之神,相传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一天,造王爷就会离开百姓之家,回到天庭,将玉皇大帝奏报一年来人们的善恶之行。 9. 虽然造王爷的神职主要是监察凡间的功过,但是却不能违反天律嫁祸于人,轻则受到雷神处罚,重则元神灰飞烟灭。 9. 而对于天界的仙官,惩罚的天律主要以贬下凡间为主,向诸仙官失职者,降二等,除名,则下凡事七十年。 9. 诸仙官是其官品尊崇,权柄之众,忘行微服者,则降凡事,除名先吉。 9. 损一人者,长命。 9. 诸仙官遇下方身奏,不能实实通为者,降三官,则凡事四十八年。 9. 诸仙官未奉赖旨,忘行世间巡察者,徒三年。 9. 得斥旨,而巡察为时刻者,则下凡事三百二十年,五生无死。 9. 即巡察而忘奏事者,除灭。 9. 道教以道作为最高信仰,道无形无相,而又生于天地,它是宇宙之中的最高主宰,也是世间万物的本源。 9. 道散则为弃,巨则为神,因此神仙既是道的化身,又是得道的楷模。 9. 三界众生,就连神仙也要遵守天道,否则也会受到天法。 9. 最后我们来看看西游记最大的罪犯,反天宫的孙悟空该怎么判? 9. 孙悟空是妖猴,不能参照仙官律,正神律,造神律,他应该适用邪神律,一番就知道。 9. 或,犯的死罪就多了去了,诸邪神望至牙医出入者出展。 9. 善力齐天大圣,诸邪神抗拒正法者分刑,诸邪神以邪法相抗正法者分刑。 9. 以上两条都是敢抵抗十万天兵,诸邪神偷盗人家财物,将在他人家,或藏留者,并个分刑。 9. 偷仙桃,偷玉酒,偷仙丹,最有趣的是,还有一条,诸邪神高声应对者分刑,连高声应对都要分刑。 9. 所以孙悟空刚上天宫,有这么一段,金星奏道,陈领圣旨,以轩妖仙道了。 9. 玉帝垂帘问约,那个是妖仙。 9. 悟空却才攻身答应道,老孙便是,仙卿们都大惊失色道,这个野猴,怎么不败福参见,折敢这等答应道,老孙便是,却该死了,该死了。 9. 玉帝传指道,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,出得人参,不知朝礼,且姑恕罪。 9. 孙悟空第一次上天宫来了一句老孙便是,这一句话就是分刑的罪过。 9. 难怪众仙官吓得大惊失色了,所以玉帝要单传一道圣旨,妖侯不知朝礼,且恕罪。 9. 然后才开始下面的问话,孙悟空犯的罪,除了有一条是除斩外,剩下的全是分刑。 9. 所以,孙悟空被押到天庭,当然是要推上斩妖台,遂堕其失了。 9. 这个分刑,今天的西游记看不出了,但这个痕迹,在早期西游故事西游记杂剧里还保留着。 9. 比如托塔天王说,乌纳哪哪渣,那狐孙又走了,你与眉山七圣大搜此山,必要拿此狐孙,灭其形象者。 9. 关世音把孙悟空从山下放出来时也说,通天大圣,在此剧中,孙悟空叫通天大圣,你本是毁形灭性的。 9. 老僧救了你,今次修起烦心。 9. 这里两次出现对孙悟空的惩罚,大家不觉得有些奇怪吗? 9. 都是灭其形象,毁形灭性,而不是凡间所说的千刀万剐,砍头堕脑。 9. 这正是对神鬼的惩罚,比凡间的断头堕脚刑架厉害多了。 9. 我们通看一下这些法律就可以知道,这些法条比凡间的严格多了。 9. 神仙并不是逍遥自在的,随随便便犯点错误,就可能被斩被分形。 9. 斩了之后怎么办? 9. 是不是灵魂投胎转世,重新修炼? 9. 来不及吧,可以以后再说。 9. 所以身为凡人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。 9. 想当神仙,又守不了神仙的法律,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凡人吧。 9.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。 2. 继续找News 1. 继续重了 1. 继续沢 1. 继续装